记着今天中午抵达这里的时候 也是通过铲车 把我们以及我们的直播社 扶平异地安置点 这个村子有81户在这里 说是我碰到最多的人 都是老百姓拿着搜寻 看能不能再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尽量靠身体一侧走 不要靠肢一侧走 拱拔河水流团集 灵水一侧 崖壁陡峭 拱石滑落 小区难度较大 我们将全力以赴 尽快打通受损的断通道路 确保灾居群众的正常出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